今天听到一个故事,听完之后直接累崩 他说,我爸今年七十五了,有点老年痴呆 过年出席夜,我爸就问我 孩儿啊,过完十五再走吧 元宵节有花灯 我说,不行,初期还得上班呢,要不罚钱 过了一会儿,我爸又问我第二次 孩儿啊,过完十五再走吧 元宵节有花灯 我说,爸,不行不行,我初期得回去 又过了一会儿,我爸又问了我第三遍 孩儿啊,过完十五再走吧 元宵节有花灯 我直接说,你烦不烦呢,我都告诉你了 我初期就得上班,你怎么听不懂话呢 后来,他沉默了,再也没说话 到了初五的晚上,收拾行李,翻箱倒柜 翻到一本泛黄的日记,上面写了一句话 我儿子今年三岁了,本来想初期出来打工 年也过完了,儿子扬求我说 爸,等到十五再走吧,陪我去看看花灯 我想骑在你的肩膀上 我想了想,十天而已 也换不来大富大贵 于是,我就留下来了 可能真的,到你为人父,为人母的一天 你才知道父爱母爱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可能到了你真正懂得爱的那一刻 而他们却不在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珍惜时间吧,常回家看看 Cut Cut 谢谢观看